达英司法审核申请失败 无法阻止反弹会调查提供 哈喽大家好 我是Kelvin 早在1月份的时候 前财政部长达英还有他的家族 就正式的进入申请司法审核的阶段 那什么是司法审核呢 简单来讲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法院来审核 到底反弹会对他们的家族的调查是否存在恶意 那如果反弹会是恶意调查他的家族 换言之他就可以跟法院申请这一个传令 禁止这一个反弹会继续调查 甚至是提供他的家族 OK那听完这里你大概明白了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今天法院的这一个判决 或者说法院的这一个公告呢 就彻底打碎了达英还有他家族的这一个最后的希望 法院表明达英还有他的家族 是没有办法证明反弹会是有恶意的 对他还有他的家族进行调查的 所以换言之 如果你仅仅只是怀疑反弹会恶意调查 并且没有办法能够提出相应的证据来佐证的话 那法院自然就没有理据能够给出这一个所谓的司法审核的批准 禁止反弹会进一步的调查还有这一个提供 那之前我们也说过了 司法审核这一招呢大概率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一般上呢什么案件会进入司法审核阶段 就是那一些已经打完官司 连上述的机会都用完了的这一些案子 比如讲像这个前首相纳吉的这一个SRC案件 他也是等到他要坐牢的时候 已经是确定无力回天 他才开始申请司法审核 那如果假设这一个法院真的批准达英 还有他的家族的司法审核 岂不是乱了套了吗 那以后的这一些政治人物的法庭案件 全部都用司法审核来规避司法单位的调查 那不就是更加容易逃脱罪名了吗 所以当时候我就斩钉截铁跟大家讲 司法审核是不会通过的 那达英呢只是用这样子的手段 来企图拖延反弹会 还有执法单位的进一步调查 那现在整个结果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达英是没有办法阻止反弹会 继续调查 甚至在未来提供他们的 那接下来呢 反弹会就可以有更加足够的理由 来对所谓的潘朵拉的这个文件 甚至是这个巴拿马文件 种种的这一些 之前被媒体暴露出来的这些文件 里面所涉及达英及其家族的这些财产 如果我们能够挖出更多的这些料 来证明达英在他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 的确有以权谋私的情况出现 那么我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就真的有机会能够看到 前财政部长达英还有他的家族呢 被彻底的提供上法庭 那现在呢是有上法庭的这一个阶段 只不过那个案件就是因为没有申报财产 所以被反弹会提高上去 这个案子其实坦白讲不是很大啦 也不是涉及什么贪污腐败的这一个案件 纯粹就是没有申报财产 他距离我们挖出真相呢 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那当然在挖出真相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可能把那个达英的老板的料 也给他挖出来呢 这个我相信是大家最期待的 讲到这个大老板 也就是老马呢 最近有点安静 不知道在IJN修养到怎么样了呢 希望我们的老马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等待这个司法审判的最终的那一天的到来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